口感滑溜又有弹性的黑蚊 尝试餐桌上特色料理 但是因为黑蚊的习性非常难捉摸 因此很难用人工孕育的方式繁殖 他把这个技术专业给民间料 民间用这种他就有意愿 要来试试黑蚊材 现在用这种的人来委托官 把黑蚊材集中料 再供给他 象牙签一般滑溜溜的黑蚊鱼苗 没有鳞片 不断挤在一起 看起来相当有弹性 因为这个白蚊 白蚊材受到这个环境污染 和大量捕老的这个关系 它是量越来越少 白蚊材这段时间 黑蚊材刚刚开始在出 所以我们就开始釣这个黑蚊材 国内已经有许多的养殖业者 相当看好黑蚊未来的市场潜力 而在台湾也已经突破出培育的技术 相信能够为蚊鱼养殖的市场 带来更多元的品种选择 东台新闻温格在台中市的采访报导 我先看起来 我再看起来 我先看起来 是你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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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